Dreams of the soul Thank you 我觉得追求梦想不单单只是坚持 因为我们都会说坚持梦想 到底要怎么坚持 我觉得梦想你能想得到 你能梦想多大 你就能做得多大 但是在梦想之后 有时候梦想之后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要去克服的 一个就是你的环境 你要克服你的环境 在不同阶段的环境 包括像我相信现在的朋友们 现在在场的大部分的 要克服的就是你的学业 你当然有自己的梦想 你也许的梦想不一定是跟你现在学习的 有关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你要先克服你现在的身份 你要先克服你现在的环境 就是你的学业 你要先当一个好学生 那在克服环境之后 我觉得有另外几个点 我是觉得要克服 就是克服失败 因为我们不可能总是成功的 我们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好的 那下一道呢 就是出国深造嘛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 然后想上去什么课 我有这个念头也是因为 出道好几年了 11年了 不用提醒我 我很清楚 但是就是出道了一段时间 一直陷入一个工作的系统 工作的过程 一直不断地在工作 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我到一个人生的阶段 我希望可以充实自己 我认为充实自己 对一个创作人来说 非常重要 当然我也很愿意工作下去 但是如果继续工作下去 而没有充实自己 可能会久了自己不快乐 会很疲惫 那在很明显的是 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也许会有不同的 不好的一个反效果 所以我觉得 给自己一些空间时间 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是蛮重要 不一定跟音乐相关任何东西 对 应该要跟音乐无关 OK 因为当你的心态 当在一个 愿意去重新学习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就 好像一个新的人一样 你就好像还在学校一样 重生了 重生了 但是在选择要学什么 其实我还没有做一个 最后的决定 我曾经说过烹饪 我觉得还蛮好的 让大家看到我们当初是怎么玩音乐的 OK 好啊 来吧 RE E Go 我和你的酒醬 和橙白的浪漫 望着你可爱的脸灯 是你纯真的模样 我傻傻对你笑 是你忧愁解药 你说我就像油条 很简单却很美好 一起来 我知道你和我只像是豆漿油条 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 你需要我的傻笑 我需要你的拥抱 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 也要吵吵闹闹闹 但是终于也知道只要你对我最好 都千里不该有条 让我爱你爱到老 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我知道都知道 你知道你都知道 好不好别偷笑笑 让我知道就好 好久没有参与歌 好久没有参与歌 我也希望说音乐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让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加油 没关系 好用 准备